大家好,欢迎来到微健康与科学频道,我是Vivian。 低血糖会致命 我们常听说高血糖的危害,却很少有人提起低血糖的危险,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致命。 一次不小心的空腹,一次剧烈的运动,甚至糖尿病管理中的一个小疏忽,都可能让血糖骤降,令人从意识清晰瞬间坠入昏迷,甚至危及生命。 低血糖并非遥不可及,它就潜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。 了解它不仅能保护自己,也能为身边的人提供帮助。 本期影片,我们将深入解析低血糖的真相,它为何发生? 为什么会致命? 当低血糖来袭时,我们该怎么办? 血糖,也就是血液里的葡萄糖,是身体最基础的能量来源,特别是对大脑和肌肉来说尤其重要。 我们平时吃的面包,米饭,面条,糖果这些食物,富含碳水化合物,在消化过程中会被分解成葡萄糖,通过小肠吸收到血液里,为身体各个部位提供能量。 除了从食物中直接获得葡萄糖,身体内部也有一套自己的机制来维持血糖的稳定。 肝脏在这里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,它把多余的葡萄糖储存成糖原,在饥饿、运动或者能量需求增加的时候,能够快速把糖原分解成葡萄糖,释放到血液中,帮助维持血糖水平。 肝脏还能通过糖一生,把像氨基酸、乳酸、甘油这些非糖物质合成葡萄糖,尤其在长时间没进食或者剧烈运动时,这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重要。 肌肉也储存了糖原,不过肌肉里的糖原主要是自己用的,不能直接释放葡萄糖到血液里。 但肌肉在分解糖原的过程中会产生乳酸,这些乳酸可以被肝脏利用,通过间接参与糖一生重新生成葡萄糖。 脂肪组织在分解的时候也会释放出甘油,同样可以被肝脏拿来生成葡萄糖,从而也间接参与糖一生。 肾脏也有一定的糖一生能力,虽然产量不高,但在某些情况下,比如长时间饥饿时,也能帮上忙。 通过食物摄取能量,加上肝脏、肌肉、脂肪和肾脏在糖原分解与糖一生方面的协同配合,人体得以维持血糖的动态平衡。 除了器官的配合,身体还有一套非常精细的激素调控系统来管控血糖。 吃完饭后,血糖会上升,这时候胰腺里的β细胞就开始分泌胰岛素。 胰岛素能帮助肌肉和脂肪细胞把血液里的葡萄糖吸收进去,用来功能或者储存,同时也会让肝脏少释放一些葡萄糖,避免血糖飙太高。 相反的,在空腹或者运动的时候,血糖会下降,一线的α细胞就会分泌于高血糖素。 它会让肝脏分解储存的糖原或者动用糖益生这个机制,把其他物质转化成葡萄糖,补充进血液中及时给身体功能。 另外,像剧烈运动或遇到压力的时候,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应急激素也会参与进来,刺激肝脏更快地生成葡萄糖,帮身体应对突然增加的能量需求。 而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则更多负责长期的血糖调节。 这些激素会根据身体不同的状态互相配合,帮助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里。 一般空腹血糖在3.9到6.1毫模尔每升之间维持身体正常运转。 但如果这套系统失衡,会发生什么? 一旦血糖降至3.9毫模尔每升以下,身体就会发出警讯,这种状态被称为低血糖。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大脑,因为它几乎只能依赖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。 早期症状包括饥饿感、心跳加快、手抖、出汗和情绪烦躁。 这些是身体在提醒我们,赶紧补充能量。 机制上,这一过程由大脑中的下丘脑监测完成。 当它检测到血糖下降时,会激活胶感神经,促使肾上腺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。 这些激素让心跳加快、血管收缩、出现心慌、颤抖等反应,同时还刺激肝脏分解糖源,合成葡萄糖,增强饥饿感。 如果血糖继续下降,症状会变得更严重,比如头晕、头痛、视线模糊、说话不清楚、注意力难以集中,甚至出现行为异常。 这主要是因为大脑里的神经细胞通过一种叫GLUT3的蛋白,把葡萄糖运进细胞里,再转化成ATP,也就是细胞的能量分子。 一旦血糖太低,ATP产量跟着下降,神经细胞就会动力不足,于是出现各种神经系统的异常表现。 如果血糖降到非常低,通常低于2.8毫模尔每升,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危险,可能出现癫痫、昏迷、甚至呼吸和心跳暂停。 这是因为神经元缺乏能量,维持细胞膜电位的离子泵无法正常运作,导致神经信号紊乱。 如果没能及时纠正,持续的严重低血糖还会引起氧化应激,体内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和炎症因子。 这些物质会损伤神经细胞和血管,可能导致脑水肿、器官衰竭,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和死亡。 更令人警觉的是,部分长期糖尿病患者可能发展出低血糖无感之症,急血糖已低,却没有明显的警示症状。 这种情况有以夜间低血糖为危险,常常在睡梦中发生且难以察觉,严重时可致命。 白天若在开车、独处或操控机器时突发低血糖,同样存在极高的风险,引起低血糖的原因多种多样。 长时间不吃饭是常见原因之一。 如果超过8-12小时不进时,身体会用尽肝脏储存的糖分。肝脏虽会尝试制造新的葡萄糖来稳定血糖,但如果跟不上需求,血糖就会下降。 这种情况在节食、过度运动或饥饿时更常见。 空腹喝酒也很危险,酒精会干扰肝脏制造葡萄糖的能力,尤其在空腹时,肝脏无法及时补充血糖,增加低血糖风险。 严重的腹泻、呕吐或感染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足,同时增加能量消耗,若肝脏糖分储备不足,血糖可能迅速下降。 糖尿病患者因药物使用不当,也容易发生低血糖。 降糖药如隔裂本药或胰岛素会让葡萄糖快速进入细胞,降低血糖。 如果用药过量,没及时吃饭或运动过多,血糖可能降得太快,肝脏来不及补充。 一些长效胰岛素在夜间持续起效,可能导致夜间低血糖。 随意调整降糖药或胰岛素剂量会打乱血糖平衡,增加风险。 某些疾病也会引发低血糖。 胰岛素瘤等罕见一线肿瘤会异常分泌胰岛素,使血糖长期偏低。 做过胃肠手术的人,食物可能过快进入肠道,导致胰岛素短时间内大量分泌, 引发饭后1-3小时的反应性低血糖。 肝炎或肝硬化会削弱肝脏储存和制造葡萄糖的能力,尤其在空腹时亦发生低血糖。 甲状腺或肾上腺功能低下会减少对抗低血糖的激素,使血糖不稳定。 心力衰竭或败血症等重症会大幅消耗能量,扰乱代谢平衡,导致血糖下降。 当低血糖发生时,第一步就是要及时识别并迅速处理。 如果患者神志清醒,应立刻摄入约15克快速吸收的糖分, 例如半杯果汁、一勺蜂蜜或3-4片葡萄糖片。 15分钟后再次测量血糖,如果仍然偏低,可重复补充。 血糖恢复后,最好再吃一些慢释放碳水化合物,如饼干或面包,以维持血糖稳定。 要注意,巧克力并不适合急救使用,因为其中的脂肪会延缓糖分的吸收。 如果患者已出现昏迷,应立即由旁人注射以高血糖素,并尽快送往医院抢救。 然而,急救只是起点,查明低血糖诱因至关重要。 糖尿病患者应重新审视药物剂量与用餐时机的匹配。 因饮酒引发的低血糖需立即戒酒。 反应性低血糖患者应优化饮食,减少快速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摄入。 由其他疾病导致的低血糖则需针对原发病治疗,例如胰岛素瘤可能需手术干预。 预防低血糖关键在于日常管理。 糖尿病患者要坚持规律饮食,每餐摄入适量碳水化合物,避免漏餐。 禁止空腹运动,运动前如血糖低于5.6毫摩尔每升,建议适当加餐。 外出时携带糖果或葡萄糖片,并定期监测血糖水平。 普通人也应避免长时间不吃东西,保持三餐规律,杜绝空腹饮酒。 孕妇可适当增加小份加餐。 儿童和老年人对低血糖反应不典型,应特别留意他们是否有嗜睡、乏力等表现。 此外,驾驶或剧烈运动前后也应注意能量补充,节食减重的人群则需保证饮食的营养均衡。 低血糖并不可怕,关键是要及时听懂身体发出的信号。 有时候,心慌、出汗、头晕并不只是太累了,而可能是血糖在拉响警报。 只要我们理解其发生机制,掌握应对之道,养成健康生活方式,就能安心面对低血糖,守护自己的健康,也保护家人的安全。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,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更多健康话题,记得不见不散哦! 多 removed than ever! 字幕志愿者 呢! 下期我们会继续论更多好消息画了! desta vez我 Infinite Four 解减命! 开盛呀 我跟我们冬天发生生、新疗出汎社,快得再青江湖城ITY 断北京快得超 gang 感到的在向心路 また爱辆呢! 我们人也怒 Advisory